德方單方面宣佈暫停同香港移交逃犯協定 法方宣佈暫停批准同香港移交逃犯協定 德法這種做法將對香港司法合作政治化 干涉中國內政 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方表示堅決反對 一直以來 香港特區在中央政府協助和授權下 根據基本法在移交逃犯協定框架下 向德方提供了積極協助 並已批准港法移交逃犯協定 德法的錯誤行徑損害了香港特區 同德法開展司法合作的基礎 偏離了司法合作維護正義和法治的宗旨 為此中方決定香港特區將暫停履行港德移交逃犯協定 擱置港法移交逃犯協定 這進一步印證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市場 中國營商環境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堅定信心 今年以來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 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衝擊 中國經濟經受住了疫情考驗 彰顯出強大的韧性和發展潛力 中方即使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全面推進復工復產 加快恢復生產和生活秩序 實現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由負轉正 主要指標恢復性增長 經濟運行穩步復蘇 中國是疫情後首個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蓬佩奧出於冷戰思維和一己之私利 一再無端指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內外政策 對此 中方已經多次嚴正地闡明立場 蓬佩奧走到哪裡 就把政治病毒和虛假信息帶到哪裡 他剛剛離開捷克 中國駐捷克使館就忙著消毒 已經發表了消息稿 披薄蓬佩奧的言論 簡直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蓬佩奧直流試圖把國際社會綁上反共反華的戰車 讓別國為美國火中取栗 對此 國際社會看得很清楚 不會買賬 愛好和平的人士也不會認同 中國也不會被他帶節奏 蓬佩奧直流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 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絕路 中國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大勢 是任何人 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台灣是 把納稅人的錢花在國防上 不管他花多少的錢 你也知道台灣是個彈丸之地 他對抗大陸就如同皮膚漢樹 多謝